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指数函数 对 囊牌中给咱们提供了一些可以计算指数的函数 而且非常的重要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NOMPi提供了计算指数的函数 今天的这套课程 我给您介绍三个比较常用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三个计算指数的函数 好不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尤其是这第一个非常的重要 EXP它是什么 它是计算自然数的指数 这个可以说是常用的没有之一的常用 在咱们比如说熟悉的SIGMOID函数 对吧 在咱们的SOFT MAX函数 都用到了自然指数 非常的重要 这个没有之一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掌握 它内部怎么实现 一会儿我会给你演示 接下来 EXP2 这个其实就相对简单了 这是2的指数 比如说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5次方 2的8次方 对吧 它就计算2的指数 然后POWER POWER这个函数 其实在其他语言中也都有实现 它是干什么 它是说您传一个数来 然后我计算这个数的任意的指数 比如说您传个5再传个4 我就计算5的4次方 就这个意思 这个我也会给您演示一下 NUMPY中的实现 其实您在看我下面代码的时候 我每个函数具体的计算的方法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我都给您写出来 您应该一看这个 马上就能明白 这三个函数具体的计算的内容 好不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实战演习吧 OK Let's go 首先先input NUMPY 我今天给您演示的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的一个云计算平台 没有问题 开个代码块 好的 然后咱们一上来 我先声明一个EV数组 这个没说的 这是标准的 Python数组 这不是NUMPY 是Python数组 OK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都知道 这个自然数重要 那么咱们在NUMPY中 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E的属性 它就给咱们返回自然数 咱们就看它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NUMPY给咱们提供的自然数 Go 大家请看 2.7 8288888 这么多 对吧 这就是自然数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自然数有了 咱们要用这个 大家请看 NUMPY的ESP这函数 看看它具体干件什么事 我能传了一个1进去 相当于什么 大家请看 相当于这个N是1 相当于给我返回自然数的1次方 是多少 咱们看到那一堆2了 是吧 2.7 对吧 所以说 它就给我返回这2.718 这个数的1次方 对吧 所以说 值应该是没有变化 对吧 两个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自然数好长 咱就不再把它敲了 OK 1次方有了之后 咱们其实这地方 我的课件没有给你写其他的 咱们再写其他的 比如说 我这能不能反向2次方 当然可以 对吧 大家请看 这是自然数1的2次方 7.38 对吧 OK 咱们再改回1次方 然后我要给你演示的是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Np.esp 它不仅可以接收这么一个数值 同时还可以接收一个数组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数组 12345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么传进去之后 它会对自然数1 分别求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次方 5次方 非常的方便 对吧 马上看结果 真的 这Np.esp 给咱们拼出这函数 太灵活 太方便 没有知一的方便 大家请看 1的1次方 对吧 1的2次方 1的3次方 1的3次方 1的4次方 和1的5次方 非常的方便 对吧 一下就能算出来五个数 大家请看 这种做法 是不是非常适合于 矩阵的运算 对吧 我都是数度跟数度之间 叭叭叭叭 就可以直接运算 对吧 咱们讨论完这个1的指数 咱们再看看这个2的指数 这个我刚跟您说过 这个1xp2 相当于是说 咱们传进某一个值 来返回2的某一个指数的内容 比如说这地方 我传了一个1 那应该什么 应该是返回2的1次方 对吧 2的1次方是多少 还是2吗 对吧 咱们试试 我再开个块 好 咱们再试一下 Go 对吧 这个没说的 然后如果说是2的2次方 4 对吧 2的8次方 256 对吧 OK 这个函数很简单 就是2的指数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刚才做了这个n 这个数组 能不能够传到这个esp2里面去 当然可以 马上运行 哎呀 这个数 这个数的运算 真的是太方便了 大家请看 2的2次方 4次方 2的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次方 完全没有问题吧 非常非常的好 OK 再接下来 再下来 这是power 这个是其他员中 也有的函数 咱们试一试啊 我这个地方做的什么 做的是说 3的4次方 3的4次方是多少 咱们算算 333381对吧 OK 那这个数值应该给咱返回一个81 马上看结果 我再开个代码块 Go 对吧 3的4次方 81 没算错吧 好 接下来 3的n次方 这个n可不是一个数字 它是一个数组吗 对吧 12345 它会给我们返回 3的12345次方 马上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非常的方便 有事说呀 这个不管是numper也好 还是tensorflow也好 它给咱们提供了 大量的数组 直接计算的函数 对于咱们深度学习计算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 简化咱们计算的过程 您说不是吗 特别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e的指数 非常的常用 在咱们的这个深度学习中 您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知道 它算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内容了 指数函数 在深度学习 以及数组计算中 非常的重要 您一定要掌握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OK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点赞加转发 好不好 非常的感谢您 那咱们在下面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